哈喽大家好,之前分享了清干做的陈皮 很多朋友说红果做的才是最好的 于是我又给你们安排了红果 我买的这个是新会茶汁干色二红果 这个还不算大红,大红果要12月底才有 我们先来把果实放到大一点的容器里面 加入使用小苏打和盐 然后加水浸泡15分钟左右,洗掉残留物 多清洗两遍,尽量清洗干净 然后再把水分晾干 再来三刀开皮取下果皮 之前有朋友问为什么一定要用新会干做的陈皮 才叫做真正的陈皮 其他的柑橘不可以吗?是的 我只能说新会所产,陈皮为最佳 因为广东新会具有独特的水土特色 气候地处南亚热带气候区 加上新会光热充沛 所以它的柑橘油泡饱满 这是决定陈皮品质形成的关键 晒陈皮的时候第一天把果皮晒软 第二天再来翻晒 反复翻晒直到晒干散透为止 晒干以后用好一点的塑料袋封装起来 放到干燥的地方存放 每年拿出来晒二到三次 让果皮慢慢成化 三年以上就是真正的陈皮了 之前说过一两陈皮一两斤 一定要防止受潮生虫发霉才会产生它的价值 所以一定要存放得当才可以 12月正是新会干红果成熟的季节 喜欢的朋友赶快安排起来吧